奥迪最速旅行车26直线加速能否跑赢2.4吨重的特斯拉 相信许多人都对奥迪26有所耳闻 外观看似一辆买菜车 其实里面隐藏着一个4.0升的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达到了600匹 峰值扭矩800牛米 车身重量2吨 而特斯拉这边没有发动机 但它有两个电机进行驱动 它的马力达到了778匹 峰值扭矩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40牛米 但它的缺点就是带来了笨重的车身 整车重量高达2.48吨 在价格方面恰恰跟国内相反 奥迪26只需96910英镑 而特斯拉比它还贵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下声望对比 特斯拉要笑死我了 人工配音 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比赛 肉眼可见 奥迪这边司机的反应速度更快 特斯拉虽然反应慢了 但它的弹射起步一样很快 没想到是在三秒后 特斯拉的爆发更强了 就连双涡轮的奥迪26都被拉开差距 但能跟电动车贴那么近 奥迪26还是有两下子的 最终毫无疑问 0到400米特斯拉第一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遍 看看特斯拉的性能有没有衰退 这次两辆车反应都差不多 基本上跟上一把差不多 在三秒左右 特斯拉有一段爆发特别猛 可能是电机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最大扭矩的原因 但这次并没有跟奥迪拉开差距 慢慢的奥迪开始一点点的超出特斯拉 最终奥迪以微弱的优势取得第一 想必有小伙伴肯定会说 赛道长一点特斯拉肯定比不会油车 好的满足你们的要求 两辆车会在48公里的时速踩下地板油 赛道全场1000里 刚起步特斯拉直接拉爆小奥迪 并且还是弹出去的那种 但是在时速200公里的时候 奥迪26就跟特斯拉刚刚弹出去那样 一瞬间超越了特斯拉 最后一把便是刹车距离测试了 两辆车会以110公里的速度先保持一段距离 然后到达指定位置之后 两辆车会同时踩下刹车 我们可以看到 重达2.4吨的特斯拉 刹车距离并没有比奥迪差太多 这要是从重量方面来对比刹车距离 特斯拉应该要比奥迪强